人有不为也 然后可以有为也 作家冯唐说 教育好自己 管理好自己 是一切诚实的最先决条件 人这一辈子 多数不幸都是因为管不住自己造成的 话说多了 是非就多了 心出错了 人生路就歪了 一个人最顶级的自律 莫过于 人前管住嘴 人后守住心 一 人前守嘴 欲望山庄中写道 柔软的舌头 可以挑断一个人的筋骨 语言有时候比暴力更能伤人 一句不合时宜的话 轻则让人不快 损害彼此的关系 重则伤害他人自尊 给别人留下不可修复的创伤 与他人相处 一定要管好嘴巴 三思而厚言 知人不平 有句话说得好 想要赞美人时 高声表达 想要批评人时 咬住舌头 对于别人的瑕疵和不足 我们心里明白即可 不必当众指出 让人难堪 曾国藩率领乡军 灭掉了席卷江南的太平天国后 全市盛极一时 这时 有个叫王凯运的后生前来拜访 此人好高骛远 沉迷于帝王之数多年 他极力劝说曾国藩拥兵自立 觉得凭借自己的才干 一定可以辅佐他成为一代明军 他越说越激动 仿佛雄徒大业 就在眼前 曾国藩没有回忆 只是用手站着茶水 在桌子上画着 后来他推说有及时起身离去 王凯运走进桌案一看 上面竟然是一长串的狂猛儿子 原来 曾国藩觉得对方夜郎自大 不明厉害 但又不好当面评点 就以茶水留字 男人看到后羞愧不已 赶忙退下 识人 是本事 不说是修养 有时候 我们看到了别人的缺点 就忍不住想指点一番 但一句恶评并不能改变对方的品行 反而会伤人自尊 难听的话 最好咽在肚子里 为他人留一份体面 也是为自己留一份余地 知识不悬 五台山有一副对联 上面写道 看破事实难睁眼 越近人情暗点头 一个人越力越丰富 就越懂得装聋作哑 半糊涂 看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地主 每到秋收农忙时 就会雇几个人来干活 一日 地主家的儿子发现 有个长公偷偷把 吊在地上的麦穗 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他赶紧告诉父亲 想把这人揪出来 当众质问 父亲盲劝组说 他家今年遭了慌 生活困难 此事不要声张 等到结账的时候 父亲夸长公干活利索 多给了长公一点钱 长公也因此感念 这家的恩德 每逢他们遇到什么事 长公都第一时间赶来帮忙 生活中 遇到了不合常法的事 我们的第一反应 就是对别人进行指责 然而每个人能看到的 不过只是冰山一角 那些看似离奇的行为背后 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 心酸和苦楚 不把他人的隐晦 公之于众 亦是一种 将心比心的善良 之力不便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明明恪守本分 却还是遭受了别人恶意的揣测 你拼命辩解 对方还是一脸的亲密和不屑 好像你的每一句话 在对方那里都变成了诡辩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写道 不要和一个傻瓜争辩 否则别人会搞不清楚 谁是傻瓜 聪明的人 都不会在言语上和别人缠斗 哲人老子应居所不解 被人大骂像老鼠一样 没有反驳半句 因为他知道 一个人的本性如何 与别人的评价无关 苏氏被罪汉撞倒 受其侮辱也不回击 因为他明白 与罪汉相斗 除了惹一身怒气 毫无意义 在愚蠢的人面前 你有一万句说辞 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有句话说得好 事实胜于雄辩 满骂表现无能真相就摆在那里 我们又何必费尽心力与傻瓜争辩 面对无理的挑衅 一笑了之 就是最好的回应 二 人后守心 诸子与泪中说 心者 万事之远也 人之一心 得其证 则是是皆得其证 万事万物都在人的心里 修行跪在修心 没人看得见的时候 能管住自己的心 才是真正的自律 不动贪心 古语云 高飞之鸟 亡于贪食 身坛之鱼 死于香腕 不该获取的东西 盲目贪求 只会自讨苦之 清代有一个官员 叫唐文瑶 他表面连接 私下里却奢侈至极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他贪赃王法 挪用酷银 后来 直包不住火 有人把他举包了出去 皇帝派人搜查 果真在他家里 挖出了金山市的财宝 最终 唐文瑶被满门抄斩 守不住底线的人 就守不住人生 作家高吉迪说 人一旦成为欲望的奴隶 就永远也解脱不了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匹欲望的野马 如果任其放纵 就会迷失方向 让自己掉进无尽的深渊 想要驾驭他 唯一的方法 就是勒紧缰绳 控制好心里的贪婪 你才能行稳之远 不动鸡心 庄子有言 鸡心存于胸中 则纯白不被一个人 如有一颗巧诈功利之心 那么他就不会有 纯真朴实的品质 小说直田路里讲过一个故事 唐代有个官员叫吕元英 他喜爱下棋 常常和他的一位门客对弈 有一次 两人下棋难分高下之际 有人送来紧急公文 要他处理 吕元英转身过去 认真批阅公文 门客却趁他不备 偷偷磨动了一枚棋子 吕元英心里一清二楚 但装作没有看见 让门客赢了这一局棋 次日 这位门客正侃侃而谈 自己的棋艺如何高超 吕元英却派人送来金银 让他另谋高就 吕元英临终之前 还用这件事告诫后人 他说 调换依着棋子 也没必要太介意 但是 在人看不见的地方 耍阴照 这种心计是可怕的 你们以后交友 一定不能疏忽大义正所为 亏一般而知报 落一夜而知秋 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往往最能看清一个人的真实品性 装出来的修养 能欺人一时 却不能骗人一世 为人处事 唯有保持一份真诚之心 光明磊落 方能行得坦荡 不动度心 巴尔扎克说过 嫉妒潜测在人心底 如毒蛇潜伏在学中 嫉妒的念头一旦产生 就会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 最终侵蚀人的心灵 旧唐书里有这样一则故事 刘文静和裴继 是一对好友 交信甚深 两人共同追随唐高祖立渊 打下了出唐的天下 在论功行赏的时候 裴继被封为宰相 刘文静却只得到一个小小的上述 为此刘文静很是不满 甚至在府中口出狂言 抱怨皇帝赏罚不明 还说终有一日要杀死裴继 后来 府中的一个小妾 把这件事传了出去 唐高祖大怒 处死了刘文静 嫉妒 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股暗流 稍不注意 你就会卷入其中 撞上礁石 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 所以与其盯着别人 不如专注自己 忍住极度 潜心修炼 才是你真正走向强大的开始 孟子中说 人有不为也 然后可以有为也 真正厉害的人 时刻都有克制自己的能力 在言语上克制自己 说话有分寸 方能与人相处和睦 在内心有所敬畏 做事手底线 人生才不会偏轨 往后余生 愿我们都能约束自身 如此 才能远离是非烦扰 活出自在舒心 点个赞吧 与朋友共联 水平